汪小菲的母親張瀾 開戰大S 汪小菲她果然是放羊的孩子 沒來台灣她人也縮了 反倒她母親張瀾出征變主角 今天小葛繼續來到現場 要繼續跟我們獨家爆料 到底張瀾這一家人 是真有錢呢 還是只會蹭熱度的假富豪 那麼一開始呢 人群就有帶我們來看到的是 汪小菲又PO文了 PO文跟大S道歉 今次的編都是出來 而且你知道汪小菲的PO文 真的跟網路熱搜有關 因為他把床墊也拿進來寫了 是嗎 你知道他在最新的發文講說 咱們夫妻一場了 昨天我記得都是你發起的戰爭 還逼得我上熱搜 好 我什麼都不講說 床墊燒了 都過去 不要再互相傷害了 而且你看他態度好像放軟了 你是我孩子的媽 我感謝你 我什麼都不說了 幫孩子照顧好 感覺上好像汪小菲態度放軟了 可是我跟你講 他真的怪怪的你知道嗎 因為他昨天晚上的時候 也發了一個文 這個文上面寫的 跟今天所發的文完全不同 你看 他說什麼 他說今天我親愛的徐媽媽 給我留言 讓我別說了 沒問題 讓你家那個小玩意兒給我閉嘴 還有他老公那時候 張可惡心 道貌岸然 我只服你 那個小玩意兒說的是誰 現在大家都說 他在罵小S嗎 更怪的是什麼你知道 他啥也沒明說 但問題是昨天晚上發文了之後 自己又把他給刪了 那現在到底在玩哪一出 沒人知道 汪小菲現在的心理狀態 大家很想知道 而且一如我們昨天的預測 他真是放養的孩子 說要登機 結果還是沒來 倒是這個男主角他說了 他媽媽公親變始祖 殺下來帶子出征 但是我跟你講 很多網友都覺得張蘭 根本不是公親變始祖 他本來就一個始祖你知道嗎 你知道這件事情裡面 居然張蘭他網路上面這幾天 昨天開始就流傳一段錄音 這個錄音是什麼你知道 就是張蘭的聲音 而且他裡面一直在罵 罵誰你知道 罵那個大S的媽媽 你這樣搞了一個半個小時的錄音 就是張蘭自己把他給PO上去的 他到底在罵誰什麼 各位朋友 我們來聽一段 你們會編劇本 我會講事實 汪小菲他人 他讓 他對大S 對大S太遷就了 他太忍讓了 他太道容了 這個老頭子 住著我們家汪小菲 血汗換來的這個房子裡面 對我們多大的侮辱啊 還跟著表演 是吧 你和你的小S 把大S害了 你知道嗎 你這個當媽的 天天在那表演 你惡心了 你當媽的 你把你女兒害死了 你懂嗎 這個是親家母跟岳母 兩個直接槓上的概念嗎 但是這兩天的新聞 好像講話的都是張蘭 到底是誰沒事 把自己弄上來談論了 現在大家也都一頭霧水 你知道嗎 所以在這整個事情裡面 很多人就覺得 你張蘭的角色也滿奇怪的 你知道嗎 因為他感覺上 好像要把這事情搞得 越大越好 他想把事情搞大 你看他還發了一個聲明 因為他說他越想越生氣了 你知道他就說要抖 是不是大家一起來抖 他這聲明裡面就提到說 這兩天不是大家講說 你怎麼該給的這個 撫養費沒有給或什麼的 怎麼再婚之後 你怎麼還繼續給 他還跳出來講說 我告訴你 我也要為我的兒子而戰 不是只有你們會講話 我也會講話 他甚至還說什麼你知道 他說那個原先不是昨天 汪曉飛不是要來台灣嗎 結果他說說 你大S你們早就算準他來不了 我的天啊 他是在北京被攔住了 那誰能夠算得出來 所以現在問題來了 我剛剛為什麼講張蘭 他其實很像不像公親 他就像世主你知道 因為他在這個聲音裡面 講講講講 講著講著突然跑出了一個 我一手創立的翹江蘭 遭到海外金融流氓收購 這整件事情跟翹江蘭 有什麼關係 你錯平了吧 剛剛還在談是跟大SS加的戰火 你去扯什麼翹江蘭 不是 你要扯 那大家就會講說 到底翹江蘭發生什麼事 你不講我都忘了 對 還有這家餐廳 那他還真是有過這家餐廳 他們家創立 但問題是2016年的時候 當時倫敦最大的一個私募基金 叫CVC的這個私募基金 他們決定要投資 就收購翹江蘭 那結果你知道嗎 這一收購完了之後 後來就傳出來講說 CVC覺得自己好像被坑殺了 你知道嗎 因為裡面就講說 你在收購之前 不是應該講你的營運什麼 通常拿出來對不對 他們就指控講說你江蘭 在人家收購之前就是灌水 而且還要求就是說你員工 都不能透露我真實的情況 你把那個財報什麼東西 結果CVC就傳出來講說 16年買下去之後 買到這個是個賠錢貨 大虧損 所以到底是遇上了金融流氓 還是CVC遇到了張蘭 這個他們口中的超級大騙子 你這樣講 其實好像不能用一件事情 來斷定對不對 還有 我跟你講 事可多了你知道嗎 因為當時很多人就覺得說 天啊 張蘭你們家是有錢 王曉飛是個有錢的公子哥 結果很多人在質疑的時候 你知道嗎 當年 汪曉飛跟大S的這個婚禮的時候 也被稱之為叫做 世紀豪華婚禮 市閃電結婚 那一次搞得很大 那時候花的那個錢 大家都在揣測 結果那時候 張蘭還要跳出來講說 沒…沒的事 我們沒有花什麼大錢 我跟你講那是假謙虛 為什麼 因為他真正要講的是 我跟你講你看我們那個飯店的排場 弄這麼大對不對 那是因為我跟王健林很熟 那個飯店他的集團是他的 他全額免費贊助 這個也能趁就是了 所以重點不是 趁人家首富 所以重點不是他到底花多少錢 是 我跟首富的手你知道 那現在問題來了 這個話一說出來的時候 王健林的兒子叫王世聰就跳出來 他說什麼你知道 一對噁心的拇指 你不要做 不是作秀就逃官司 就你口袋裡面的幾個逸兵 你還冒充那個富二代真好意思 什麼叫做我爸爸跟你很熟 所以他在笑汪曉飛 你根本是假的富二代 但如果這樣講的時候 汪曉飛一定會覺得不公平對不對 那失業不是做很大嗎 對 人家也投資過非常多的東西 雖然很多人對他的概念 來自於他媽媽的翹江南 可是問題是我跟你講 他25歲的時候 他其實說我也想要做一番失業 他做了一個叫做藍會所 藍會所是什麼你知道 這個藍你光聽這個名字 張藍用媽媽的名字 跟媽媽的名字是可惜的 可是他當時進來的時候 他對營運很有想法你知道嗎 因為他覺得說我到國外裡面去 看那什麼高級的餐點或什麼 他也覺得要把他引進來 而且經營模式很多很多都有想法 結果沒幾年之後 這藍會所倒了 倒了 好吧 倒了後面他不也很多事業 做得風風火火嗎 當然 那一定是那個時機不好 因為很多很多原因沒關係 後來他又做了飲料公司你知道 這飲料是公司做出來的時候 其實當時他還找了大S來進來代言 兩個轟轟火火的 一定覺得這個很棒 結果沒有想到開業一年了 推出一款飲料 然後這一款飲料大賣 為什麼你知道嗎 一年經過會計算後 淨利潤是200塊人民幣 哭慘了 今天大S都讓你蹭了 都來幫你加持了 你一年給我做200塊 你出來做哪門子生意 而且還不是200塊 是200塊你知道嗎 還不只是這樣 他後來還做了房地產 反正他投資了非常多的東西 後來弄了這個地產之後 資本額後來大家發現到 他這整個做下來之後 這一次更厲害了 他的盡利潤只有10塊錢 做什麼 倒什麼 你不講不知道 盤點一下 嚇一跳 所以汪小飛到底有什麼本事 所以我們要換個方式講 他倒什麼 他繼續做什麼 這才是厲害 人生越戳越有 但問題是我跟你講 很多人就覺得說 汪小飛今天會變成這樣 是不是因為跟他媽媽有關 因為媽媽保護他保護得 無為不治你知道嗎 後來這個汪小飛 跟這個大S離婚之後 他剛好遇到41歲的生日 媽媽還特別發了微博 拍影片告訴他 其實我也不太知道 這個父子之間 有什麼話好好講就好 什麼東西都要拍影片 什麼東西都要告訴全世界 但問題是張倫當時 在影片裡面講說 他講了一大堆 祝他生日快樂 巴拉巴拉之外之外 還說了我經常告誡我自己 一定要長壽 一定要健康 大家覺得說你在講什麼 你長壽健康這個也很正常 但是大家才發現到 為什麼他要長壽 他要健康 為什麼 因為他要照顧王小飛 原因就是他都現在 還沒辦法放心你知道嗎 今天晚上一聽到這裡 做什麼又倒什麼的汪小飛 加上王思聰這麼狠狠 一大臉啪啪兩巴掌下去 那不就是躲在張倫媽媽後面的 一個媽寶嗎 好 我們進一步來看到 今天最新發文 我們剛剛一開始看到了 王小飛發文跟大S說道歉了 同時他也對S媽說 我只信你 我敬你 我中你 是這樣子的嗎 其實大家都不知道 因為我已經冷靜了很久 都沒有爆料了 他在九月的時候發生什麼事情 我跟你說 這個床墊不是重點 墊費也不是重點 那什麼才是重點 他積欠從三月到現在 都沒有給錢了 那何況最近發生什麼事情 大家都不知道對不對 我跟你說 九月的時候發生什麼事情 九月它竟然發生了 竟然有兩個女孩子 他身邊曾經跟他最親密的 兩個女孩子都跟他要錢 誰呢 一個大S 另外一個是張盈盈 張盈盈能有什麼資格 跟人家叫什麼錢 這還是我理解 那個叫做離婚散養費 沒錯 你白紙黑字你得照付 沒錯 那張盈盈怎麼回事咧 其實在九月多的時候 王小飛其實就已經打算有 要跟張盈盈做分手的打算了 當時張盈盈也說 好 誇家海口沒問題 你如果要跟我分手的話 第一 你要幫我洗白 我不是小三 第二 你必須一個月要付我 幾十萬的生活費 哇 幾十萬 所以你看喔 王小飛其實 他的壓力其實非常大的 一邊有前妻 現在還有現任女友跟他要錢 就在張盈盈墮胎完 墮了誰的孩子 可想而知 一定就是我們的 王小飛的小孩 墮完孩子之後做什麼事情 他馬上拿了 王小飛的卡 去刷了 420萬套現買房 買在哪裡 買在山東的河澤 買給誰的 買給他父母的 當時他刷這個卡的時候 還有這個影片 他在刷卡的時候 還拍這樣的影片 抬高所說 套現中 真的套現 這是違法的 你知道嗎 俊翔哥 違法就算了 但是 他在 留言的過程中 他竟然還問了 王小飛說 那能不能再買個車位 王小飛怎麼回應他 你知道嗎 他怎麼說 他說 行 叫順我丈母娘 寶寶要怎麼樣 就去刷 太誇張了吧 你知道昨天 應該說昨天吧 王小飛告訴我什麼嗎 王小飛竟然 在11點多的時候 只給我留了一段文字 他跟你說什麼 昨天晚上11點多 你問他你怎麼沒來台北 早上的11點多 他跟我想說 為什麼沒來台北 他沒有要飛的意思 他在起飛前 他傳訊息給我了 所以你昨天就知道他不來了 我早就知道了 只是說我很晚收到他的訊息 因為我沒看 我真的昨天太忙了 我看到的時候啊 他跟我講什麼 沒辦簽證 消消氣 他叫我先消消氣啊 等我辦好簽證的時候 我通知你 邀請您 一起加入五七報新聞會員 跟俊相一起 挖 真 像 我明天啊 我會找你 走 你 我會找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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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在這裡